拿出健保卡输入资料要预约打疫苗 但在网页上怎么点就是通通额满 我们变成要去很多偏乡或是比较远的地方 那也不确定可不可以 那对我们在上班的人来说 其实你要特别跑到这么远 或者要请假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非常不方便 今年36岁的杨先生住在台北市中山区 好不容易收到简讯的他 原本以为可以顺利预约施打 但因为北市只开放医院接种BNT 搜寻大台北不只跨区而满 连邻近的新北市基隆桃源也很抢 让他直呼再次成为疫苗孤儿 台北市只有医院可以去打 然后其实只有两三间或三四间 那目前我们点整个台北市都是满的 最复杂的第12轮开放预约 但光BNT就有135万人抢 网路上同样哀鸿遍野 直呼等待十多分钟后 还是兜额满是在抢心酸的吗 如果有个民众就直接跟他说 那就只好我们再约远一点 就约到桃园去这样 可是别的外线市来讲的话 他是都有 有包括接种站 有包括诊所 通通都有的 对那我觉得事先规划是要有 不能说集中全部都这样 这样并没有辩明 诺批北市接种规划不良 因为打开电脑实际测试 北市行政区都额满没得选 而台北市府则反映 一周疫苗接种量能可达20多万剂 现在博配60万剂 很难在两周内打完 不过看看临近新北市 一天可打5.8万剂 一周就能打40万剂 开放BNT也可以在诊所施打 被批评是台北市特有的BNT乱象 再说你真正说的一题太不高